终身学习 能够透过这里认识文化的根源 我想部落大学的课程 在于说能够结合在地结合部落 所以将来如果到部落做生活体验 这也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 除了部落大学外 桃园市原民局更推动课后逐语班 让文化传承向下扎根 而为了弥补学校无法全面教导 不同族群语言的缺憾 更聘请十二族群的族语老师 希望尽可能将族语教学全面化 我们整个族语振兴在度会 其实比较执行上比较困难 最主要是说我们的族群太多了 我们目前有16个族群 所以说让他们在寿教 在协校的寿教就失去了一些优势 因为他们只会针对比较多的民族来做 像本泰雅 富农 还有台湾 跟阿美 我想说看能不能大家一起努力 把这些东西再找回来 所以我觉得开课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因为这样子可以 至少可以让大家看得到我们的文化 在一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